你谁 那个草堂的那个晶晶 他的助理 助理养的小狗 你看多可爱 多好玩 他天天带在他们房车里 我得给你坦白一件事 在地上 你养的 我的狗 不许往家给我带 咱家养不了了 你看马上变脸 我逗你玩的 没有 晶晶的狗 哎呀 吓死我了 妈 这你小心这儿呢 你看 你也能不能别这么吓唬我 两只猫我已经不行了 那猫好养 猫起码不用遛 我妈特别崩溃 要每天帮我遛狗 因为我的两只小狗 一只剪的 然后一只是那个 向往生活里 节目里 预备的那个 瓢 那只小精神病 天啊 我知道那个瓢 确实眼里只有吃的 他就是 凡事都着急 吃东西必须要着急 什么都着急 你别吃鞭的 你别吃鞭 哎呀 你赶紧 呀 哎 他这个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你们俩应该也挺 其实后来是熟了 然后大家长大了 他就稳定了 现在乖了 要他拆夹 那是拆夹 挑衅我 抬腿就看着我尿 我真的 天生的反骨 好 好